RTA的暗屬性核心陣容 哈囉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RTA的暗屬性核心陣容介紹啦 拖了大概一個月有因為稍微改了一下下風格 然後大家可以待會來期待看看 我們今天暗屬性介紹的一個方式 原本的介紹可能就是在這個收集的這個地方就一直一直點來看 但我自己覺得這樣看起來可能稍微的有一點點的沒有那麼的清楚 畢竟 這是我上課會講的話 筆記是留給三個月後的你看的 有時候你如果想要回來看的話 我一定會想要把這個整個影片就是再重新聽過 那我這邊就幫各位來做好筆記囉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要介紹的角色呢 把它製作成一個圖卡 搭配上聲音的一個介紹 那其實這個影片我錄了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發現我好像廢話太多了 錄的有一點點的久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一個類型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幫我按個like 或者是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影片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做一些改進的話 都可以跟我講我會去做一個衡量去做一個考慮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呢 第一個暗屬性核心角色完全不用考慮 就是我們現在最強的這個暗奧雷克吉娜啦 暗奧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在現在版本當中最好的一個選擇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出場率基本上說明了一切 來到了33.28%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每三場 如果你自己沒有的話啦 每三場基本上你就會有一場看到他 而且他的勝率也是來到了將近53%的一個數字 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據 暗奧現在的強勢基本上不用講 就是先手無敵這一點 而且他暫時沒有缺點 因為以往的暗奧還可以藉由光頭符文的一個配置 來去做一個counter 但現在沒有辦法了 現在是我以前消必暈 現在我沒得消 還是暈 擁有非常可怕的一個先手能力 那適合暗奧搭配的第一種隊伍的話呢 就是可能類似水傀儡或者是光物女這種 擁有非常高的一個激素的提條角色 他們可以作為整個隊伍的啟動 來去拉動暗奧彌補暗奧本身腿比較短 只有100速的這個缺點 而且也可以讓暗奧直接去裝到一個暴走符文 使得暗奧的回合數看起來更加的可怕 那這兩個角色可能比較大的差別是 水傀儡的compo可能會是 使用二技能拉動暗奧搭配暗奧三技能暈完全消之後呢 水傀儡第二次行動再使用三技能 再去做到全場的冰凍加上冷卻 來達到連控基本上是三個回合 兩個回合的控場加上一個回合的 技能冷卻的一個影響 那光物女的搭配可能就會是 使用三技能拉動暗奧作為群消之後呢 因為光物女的三技能也可以補滿自己的攻擊條 那這個時候如果自己的攻擊條補滿之後 暗奧消完如果不小心還有角色是免疫沒有被消到的話呢 就可以使用二技能刀扇 除了能作為多一點點的輸出以外 消完狀態還可以再作為整個隊伍的一個體調 讓其他的角色再去針對那一個沒有 原本沒有空到的角色做到一個輸出或者是控制 再來要說到暗奧最好的搭檔呢 絕對是瘋傲這個角色 速度隊長而且跟暗奧都一樣有炸彈技能 可以搭配暗奧的先手消完之後呢 瘋傲放上炸彈使用他的三技能 現在瘋傲的三技能是可以作為吸攻條的 所以暗奧加上瘋傲除了他們二技能可以立刻獲得回合 一技能只要有暴擊可以拉一點點的攻擊條以外呢 因為暗奧三技能會暈眩一回合 然後瘋傲三技能會做到吸攻條 整個隊伍的一個回合控制上面會非常非常的可怕 基本上可以說是跟暗奧最搭的一個速度隊長了 那另外一個跟瘋傲很搭的速度隊長呢 就是暗忍了 不過暗忍就比較尊絕不凡一些些 但也可以從勝率看得出來 這個尊絕不凡絕對是有價值的 暗屬性的30%速度隊長 速度隊長的部分比起瘋傲還要來得更漂亮 但如果今天你要使用暗忍的話 建議再搭上另外一隻暗屬性的高基數消狀態 或是高基數體調角色 包含像是最好的選擇肯定是暗仙人 其次的話可能是暗Q寶這種角色 然後讓暗奧或者是暗Q寶或者是暗仙人這種角色 作為先手消完之後呢 暗忍三技能快刀轉RUN馬直接砍下去 高機率就可以直接帶走一顆頭 然後之後再搭配暗奧的二技能炸彈 暗忍再隨便點一下 是可以做到開場直接兩顆頭的一個擊殺 另外的話呢 有一個搭配比較特別的就是水化博 水化博的搭配更像是去作為戰術性搶角的一個選擇 他的勝率雖然看起來只有48%而已 可是如果今天水化博在對面的話 暗奧的勝率更低只有47% 所以水化博更像是作為一個強角的選擇 讓對面少一個手段可以去反制暗奧 然後最後一個我覺得不錯的搭配就是我們的封敗生 封敗生基本上可以比較算是一個萬用的搭配角色 他勝率也算是三屬當中最漂亮的啦 他可以作為開場的單消加冷卻 蠻適合去搭配高激素提條角色 尤其是光武女水傀儡這種 因為他們的提條就可以作為戰術性的選擇 選擇你要讓暗奧先手 還在想要讓封敗生先手 如果對面今天有像是水派 或者是暗德這類型的角色的話 讓封敗生先手先把他們的技能給冷卻掉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我今天對面沒有類似這類型 可以去做到暈眩之下 立刻做到反插隊或反制的角色 那讓暗奧先手封敗生後續再去做二次的空調跟冷卻 也會給對方造成相當大的困擾 算是跟提條角色搭配非常靈活的一個陣型 然後再來克制的部分這邊就要來介紹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說的這個水化博 這個勝率的部分的話是看暗奧方的勝率 所以在克制的部分這個勝率越低 其實是代表這個角色的counter越好 那他就跟我前面介紹的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讓暗奧先手無敵的這個特性是沒有辦法觸發的 然後再來的話暗奧有點像是水化博的一個高階版 功能有點相同 但其實跟水化博比起來我覺得counter能力稍微弱了一點點 因為水化博是只要站在場上 他的被動技能就能夠發揮效果 但暗奧的話呢 他其實還蠻害怕提條角色加上封敗生 或者是任何冷卻的一個跟暗奧的搭配 因為他只要三技能被冷卻掉的話 那他就沒辦法作為先手的一個反克制了 這邊順便提一個很有趣的數據啦 就是如果今天水化博的counter可以把暗奧的勝率壓到47% 暗奧的counter可以把勝率壓到大概45% 兩隻一起出的話勝率會直接壓到大概43%左右的一個數字 再來的話呢暗奠是上一次應該說這一次技能改動的一個角色 他的改動方向明顯是想要針對暗奧的一個強勢來做壓支 其實有部分效果在SWC上面的一個四強決賽當中 可以看到NIF對可憐寶的時候 是有使用暗奠這個角色來去做克制 有部分的效果 但是他的被動技能洞察主要是來去增加開場的一個暗奧的3技能控場不確定因素 我自己覺得啦 更像是選來跟對方看臉的 如果今天暗奧消下去暈眩狀態上的太少 又或者是剛好可能關鍵的角色關鍵結場的角色沒有被暈到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對暗奧做到瞬間的逆轉 再來的話呢暗傀儡也是一個很好counter暗奧的角色 他會直接使得暗奧的暈眩反而會變成幫助我們整隊提條的一個角色 有點類似暗德加上水化博的一個綜合版本 那他的一個符文配置就比較適合 把他作為整個隊伍最快的那個角色 但不能比暗奧還要來的快 因為他如果比暗奧還要來的快 他動完之後暗奧暈眩 輪到下一個暗奎儡的回合時間上是比較久的 那他被動技能的觸發時間就會比較久 讓他的行動作為暗奧後面一個位置的選擇 會讓他的被動技能解暈拉條的效益來到最大 然後暗奎儡的話呢 一樣他是一個不怕暈 只要暈眩之後他一醒來的那一刀就有可能會毀天滅地 他的一個高傷害能力其實就蠻適合去面對到 如果今天暗奧方的隊伍是使用那種比較高傷害 並且血比較軟的時候 那暗鬼的表現就會非常的不錯 但如果今天對面的血量是偏厚 或者續戰力偏強的話 那暗鬼的一個表現可能就沒有預期來的這麼的好了 然後暗奧這邊最後一個Counter介紹的話呢 介紹到的是光碼 他的邏輯其實跟暗疊有點類似 暗疊的話呢 是如果抵抗負面狀態可以做到拉條 而光碼則是直接去抵抗 直接去讓該攻擊變成衛命中 增加了多一些些的一個續戰能力 並且光碼今天如果光碼本人沒有被暈到的話 他就有可能直接變身的人形態去做到一個街場 如果今天對面是偏向傷害型的暗奧隊伍的話 那光碼的表現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如果今天對面是偏向控場型的隊伍的話 那暗疊的Counter表現就會再好一些了 那暗奧這邊介紹完畢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 第二個我覺得很適合作為核心角色的選擇 這邊稍微提一下 我覺得他適合作為核心 不代表他現在真的非常強 或者是他的勝率真的有多高 而是這個角色 他很適合作為首選 來讓後續的隊伍成型 那這邊來介紹到的第二個角色就是暗術琴 他的勝率大概是51% 出場率其實也不算差有來到10% 以一個比較稀有的光暗角色來講 10%的出場率其實是真的非常的不錯了 他的優勢是他的技術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他可以搭配比較平民的豐龍琴 那邏輯你還有暗龍琴的話呢 他的隊伍搭配3技能顛倒命運的一個什麼交響曲 可以讓豐暗龍琴的2技能是可以直接去收掉一顆頭的 整個隊伍的組成邏輯相當的清楚 而且要搭配的角色也是相對比較不容易被搶 因為今天如果看到首選暗術琴的話 你不可能去搶對面的豐龍琴嘛 因為你搶的豐龍琴代表說 暗術琴這邊不用出到豐龍琴 就可以讓暗術琴做到搭配豐龍琴可以做的事情 甚至這邊我們也可以提一個數據 就是暗術琴如果單純跟豐龍琴搭配他的勝率大概是51% 50到51%左右 但如果今天你拿豐龍琴 counter 暗術琴的話呢 暗術琴的勝率直接到56% 代表今天對面出了豐龍琴 暗術琴的勝率反而比起豐龍琴 比在暗術琴這邊的勝率還要來得更高 但缺點也是 因為他的隊伍組成非常的清晰 所以相當容易去做應對 往往你看到第一個角色 你看到豐暗龍琴 你看到暗術琴 你就知道對面的角色套路打的是什麼了 辯證可能稍微的不容易 除非你有著比較多的一些高級光暗角色 像如果你今天說你還有什麼 你說你還有暗陰陽啦 你可能還有暗忍啦 你可能還有暗牛 這類型的角色的話 那當然又另當別論 那這邊第一個搭配就不用講 肯定是介紹到豐龍琴的部分 那雖然說是搭配啦 那當然也像是我前面所說的 如果今天豐龍琴在對面的話 暗術琴的勝率反而比較高 然後我記錯數字了 不是56% 是62% 那暗術琴搭配豐龍琴的玩法呢 就會是 豐龍琴先手行動完之後呢 暗術琴插隊使用3技能 把豐龍琴的血量給轉低 直接去觸發無視防禦的一個機流 來去做到收通 那如果你想要玩這樣的一個combo的話呢 就記得把豐龍琴去裝上吸血符文 拚2技能的這個無視防禦機流打下去之後 可以讓豐龍琴的血量又再次吸回百分之百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是豐天使 是我之前在這個爬天梯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相當有趣的搭配 或許可能有使用暗術琴的玩家本來就知道 那我自己因為沒有暗術琴 所以我原本是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個搭配 所以看到算是有研究一下下 他的勝率說實在的不算太低 來到大約56% 他搭配豐天使的話呢 對面除了第一個 不敢輕易的壓出豐天使的康特角色 豐龍琴 因為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 豐龍琴在暗術琴對面勝率高達62% 就代表著暗術琴是絕對壓制豐龍琴的一個角色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算這三隻同時在場上好了 暗術琴也可以藉由他的三技能 去把豐龍琴的血量給轉低 然後因為豐龍琴在對面 暗術琴轉完之後他還有一個拉弓條 就算今天豐龍琴被轉到弓條變成100%好了 沒關係 因為暗術琴的三技能是還有拉弓條 是可以立刻插隊的 不用擔心豐龍琴會插隊反打 那這時候 殘血的豐龍琴他也沒辦法行動 我們隨便一個角色摸一下 就可以把豐龍琴給打掉 並且此時就會去解放我們的一個 豐天使的傷害能力了 算是一個陷阱式的策略啦 甚至如果你今天想要打天梯 想要打戰術的話 教各位一個小小簡單的戰術 就是你可以去首選豐天使 然後讓對面去選擇 使用豐龍琴這種角色去做到康特 然後你後續再去壓上暗術琴 以及零速的火牛 這邊可以給大家參考我這隻火牛 他就是一個專門拿去打豐龍琴的一個陣型 在亞洲區決賽的賽場上面 其實鋪這個選手他就是去利用 類似的一個戰術性打法 然後去使用一個零速高體質的火牛 來去做到一個陷阱式的BP 那如果今天你還有暗術琴的話 這個搭配就會更加的強勢 對面不管是ban你的火牛 ban你的豐天使 還ban你的暗術琴 你只要不要ban他的豐龍琴 你就一定有角色可以去counter他 是一個不錯的戰術性選擇 分享給大家 再來的話呢 就是去使用水陰陽加上這個 火卡或者是暗卡三卓的一個搭配喔 那這個勝率因為搭配比較多啦 所以這個勝率我是沒有看到的啦 那不過這是一個蠻常見的暗術琴的玩法 因為火暗卡三卓他們三技能都有相當優異的狀態 火卡三卓是有無敵跟吸血 然後暗卡三卓的話呢 則是有對峙跟加攻 搭配水陰陽就可以讓這個狀態發揚光大 並且即便他們的開場沒有做到任何事情好了 搭配水陰陽的二技能轉世之術 也可以把他們拉起來 然後再去使用二技能做到單顆頭的一個擊殺 另外的話呢 娜娜其實也是一個很好搭配暗術琴的角色 他搭配封暗龍騎的隊伍 開場收掉一顆頭之後呢 娜娜的靈魂石直接疊起來 三條命直接可以讓我方拿到一個非常不錯的人頭優勢 另外暗鬼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擁有著不錯的續戰能力 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去避免掉被控場的狀況 傷害量雖然沒有到那麼的高 但是二技能畢竟是增傷 加上如果可以讓暗鬼王搭配上暗龍騎的話 這兩個角色會非常的討厭 並且如果暗術琴三技能一轉下去 無論是暗龍騎又或者是暗鬼王 他們都可以輕易的再把對面的一顆頭給收走 然後最後這個搭配的話呢 是根據暗術琴因為本身就有高激素 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打前面以豐龍騎為主體的核心的話 那虎娜或者暗忍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搭配 因為暗術琴本身的激素夠高 搭配速度隊長的話呢 會有相當好的一個先手優勢 並且他就可以去搭配三技能 快速的去把對面的一顆頭給收掉 來造成以多打掃 暗忍的優勢是有機會做到開場直接收掉兩顆頭 暗術琴三技能轉下去之後 搭配暗忍三技能快到轉亂馬 先去收其他的角色 然後再來去做無論普攻或二技能 去點掉那個殘血角色 而活法則是他可以直接轉血完之後 用一技能收頭的話 他會立刻觸發他的一個一技能的連鎖效應 去使用二技能做接技 那這時候就有機會對於另外一個目標 去做到單體的消狀態加上破防 讓我們其他角色去做到第二輪的一個輸出 那在Counter部分的話 因為暗術琴他基本上 只要你是有速度優勢 暗術琴幾乎都是先手可以收掉一顆頭 所以最好的克制方式 無庸置疑就是 你跑贏他其實勝率就會高非常的多 那光暴女的高機速加上他能夠消狀態能夠破防 可以直接拚先手把暗術琴這一方的一個關鍵輸出角色給快速的收掉 也可以看到這個勝率是可以壓到41%左右 但這個是建立在光暴女這方是有跑贏的情況下 另外的話呢 按鈕加上活法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配置 暗術琴可怕的是什麼? 是轉完血之後的殘血收頭 但有一個小缺點是 因為他轉完之後 對方目標的攻條基本上高機率也不低 所以如果這兩個角色可以同時上場的話 你今天轉按鈕 那火瓦多了一個三技能可以去復活按鈕 並且按鈕後續只要一行動 他本身會自己補血 就有可能會讓他自己把這個血量給難回來 那如果你今天去轉火瓦的話 那沒關係火瓦死了就死了 我按鈕是滿血狀態 我就可以讓按鈕去慢慢的收你其他的輸出型角色 再來另外這一隊的話 其實也是跟前面的邏輯相同就是 跑贏他就對了 暗術型的隊伍基本上是非常強大的技能型隊伍 所以只要你能夠冷卻他 只要你能夠跑贏他 暗術型的勝率都會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光天使用風星技是能有效的限制 暗術型這個隊伍的一個技能使用 最後比較平民的選擇的話呢 可能會是火瓦加上火兵器這種組合 其實就有點類似 火瓦加上按鈕的搭配啦 但這個隊伍可能就要限制 暗術型這邊搭配的是比較軟皮的打手 那就可以搭配火兵器 還是一樣跟前面同一個邏輯 就是如果你先收火兵器 火瓦可以保他一條命 你先收火瓦 那火兵器的被動技能會出發 就可以立刻做到插隊 去針對對方那個血量比較少 比較軟的打手 去做到收頭 只要能夠擊殺 那火兵器的這個 被動技能連動性一起來的話 就會變得相當的可怕了 除此之外的話還有像是 風餅乾又或者是這個 火沙漠這種高速的單體冷卻角色 冷卻到暗術型也可以有效的去避免到 開場的那一波顛倒命運的三技能 再來下一個要介紹到的話 是暗龍騎 暗龍騎這個角色出場率也是相當的高 來到25.57% 勝率其實在現在的版本之下 並沒有到特別的高 因為現在的版本之下 有太多的暴率型角色 反而慢慢的去撐成沒有暴率 尤其像是奧雷克爾系列 他的優勢就是 今天只要是群打或多段角色 每一段暴擊就會去拉動整個隊伍 真的算是百搭的陣型 因為現在的隊伍真的 你要說整個隊伍都沒有暴率 這種狀況是比較少的 但缺點也很明顯就是 針對暗龍騎的特調是越來越多 包含前面提到的不撐暴率的奧雷克爾 或者是忘卻的角色 像是火焰奈法拉 還有火衣現在可以三回合的忘卻 也是針對這類型的被動角色 一定的一個限制 那所以在搭配上面的話呢 速度隊長永遠是除了瘋龍騎以外 跟暗龍騎最好的一個搭配選擇了 沒有選擇水深是因為考慮到 水深的1技能因為是必爆 比起讓他跟水深搭配 不如讓水深出現在對面 只要水深護衛敢開起來的話 我們還可以藉由去打那個護衛的角色 讓水深反擊暴擊 觸發暗龍騎的被動技能 來做到整隊的題條 嚴格上來講 水深確實也是很適合跟暗龍騎做搭配 但是是搭配在對面的一個設置 再來的話同樣是屬性隊長的一個搭配 火華除了跟水雙子一樣 是擁有消架破綁的能力之外呢 更高的一個速度隊長搭配 他的3技能是可以去復活加攻的 這個復活起來的血量加上加攻 基本上可以讓暗龍騎 殘血復活使用到無視防禦的2技能以外 因為多了那個加攻效果 即便你的暗龍騎是沒有撐攻擊 可能是直接走一個體傷體的配置 都能夠輕易的把對面給收掉 那也是一定程度上的一個強角啦 今天火華出現在暗龍騎這邊 他的勝率是51.53% 但如果今天火華出現在對面的話 我方的勝率大概是在48%左右 也就是對面的勝率大概是51.59% 也算是一個半強角的選角方式 另外的話呢 娜娜加上暗術琴 就是跟我們前面暗術琴的玩法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這個陣容能夠跑贏 暗術琴加上暗龍騎 直接一套無視防禦機流 瞬間收掉一顆頭 即便今天跑輸了 後手的話娜娜復活一樣讓暗龍騎血量不夠高 還是能夠觸發2技能的無視防禦 基本上只要讓這個combo一出來 娜娜的靈魂師一疊起來 對面就會變得相當的不好過 另外的話就是前面提到的 風龍騎絕對是 風暗龍騎的經典套路 單配風龍騎勝率可能沒有到那麼的高 但如果今天可以再搭上像是娜娜 或者是像是暗術琴的這類型角色的話 那就可以讓暗龍騎體調的威脅發揮到最大效益 另外的話呢 風香草跟暗鬼王這兩個相同邏輯的角色 用法雖然稍微有點不同 但最主要都是讓暗龍騎在打持久戰上面 優勢可以慢慢擴大的兩個角色 暗龍騎他最害怕的是什麼 除了不稱暴力的角色以外 就是望雀 而今天暗香草跟暗鬼王這兩個角色 都有解狀他的能力 所以如果我對面今天先針對到暗龍騎 去做到一個望雀的話 那風香草暗鬼王就有可能 去把暗龍騎的這個望雀給解掉 那如果我對面今天先選擇暗鬼王 或先選擇風香草做望雀的話 只要一旦暴擊 那暗龍騎被動技能一觸發 這兩個角色的回合數一多 其實也很容易的就去甩掉這個望雀狀態 那在counter位置上面的話 其實像是水熊貓 或者是水雷莉這種大傷害角色 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直接砍一波大傷害 可以避免掉風暗龍騎 在30%到零血那段比較尷尬的時間 那個時間只要對面是暴走 或一個沒有控制好血量 就有可能直接被反收掉一顆頭 但這邊也要注意到啦 如果你今天不考慮任何的減傷 或者是增傷魔礦的話 暗龍騎被動技能是有部分減傷的 在不考慮魔礦的情況下 是只能砍出59.5%的體力百分比傷害的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血量上的控制 另外一個counter位的角色的話呢 是光熊貓 他有點像是互相制衡 光熊貓因為打暗龍騎非常容易暴擊 所以其實會讓暗龍騎的被動技能 頻繁的觸發 但因為暗龍騎的被動技能會拉條 所以光熊貓的回合數其實也會變得非常非常多 所以更建議是 看到暗龍騎以外還有出其他的拉條角色的時候 再去使用光熊貓做counter 不要說一看到暗龍騎就立刻去使用光熊貓 另外可以看到光馬在克制上面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讓暗龍騎的勝率直接掉到40%左右 畢竟被動技能的補血加上衛命中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暗龍騎可以給予的傷害威脅 但這邊要講的是 如果今天你想要使用光馬的話 建議可以把暗鬼王一起給選走 除了減少暗龍騎的一個搭配隊友以外呢 也可以避免到暗鬼王去counter暗馬的一個補血效果 那如果今天在對面沒有選擇風龍騎 又或者你已經預計你要BAN掉風龍騎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可以去選擇到火聖莓果餅乾火大美去做到克制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克制 是直接讓暗龍騎的勝率掉到40%以下 因為畢竟暗龍騎的被動技能會拉高不少的回合 火大美的被動技能可以有效的去承受這個 風龍騎比較多回合數的一個傷害量 如果今天還可以讓火大美去跟水雙子做搭配的話 二技能的洗cd 更可以讓火大美的三技能去常駐使用 另外的話這個隊伍的勝率我沒有查到 但是我自己在打暗龍騎這類型被動隊伍的一個標準解 就是火焰奈法加上風傀儡的一個搭配 他是打被動技能非常漂亮非常可怕的一個陣容 因為這兩個角色第一個都會退調 第二個都會沉默 第三個擁有一定的續戰能力 然後還能夠上炸彈 火焰奈法還能夠去做到一個狀態上的擴散 基本上他們只要稍微抱走個幾回合之後你就會發現 即便暗龍騎那個隊伍可能還有什麼風香草 可能還有什麼暗鬼王 都會瞬間被負面狀態給淹沒 只要這兩個角色沒有太早的被收掉的話 你就可以體驗到中後期的時候 這兩個狀態嬰笑起來 會造成對面多少的困擾 那會是一個你自己看到都覺得 如果我是對面 我應該會摔手機的畫面 再來的話暗卡三卓 他除了能夠讓隊伍加攻以及無視防御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有兩回合的對峙 可以去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暗龍騎的一個輸出能力 只要開得出來的話 就不用擔心暗龍騎的一個無視防御輸出 並且加攻之後使用惡精點 也可以很輕易的去收掉對面的一顆頭 另外的話像暗五條又或者是光沙漠 他們是可以做到群體忘卻的一個角色 整體勝率的話暗五條更優於光沙漠 但如果對方是有解狀態的技能的話 像是火棒這種角色 那光沙漠的表現就會再更好一些 再來的話下一個counter是光牛 雖然說屬性的優劣是會讓暗龍騎的被動技能更容易觸發 但在前期如果沒有免疫的情況之下 光牛三技能是不接觸的暈眩 對暗龍騎來講威脅是十分巨大的 加上後續只要我們有任何一個角色 可以去對暗龍騎做到撲防的話 光牛的一個二技能都有可能瞬間的 就可以把暗龍騎給收出場 之後這個的話是我在查詢紀錄的時候 更偏向是紅山區間的一個思維啦 暗龍騎的套路大多都是走後手 那火葵的三技能又可以去消狀態加上沉默 可以讓暗龍騎前兩波陷入只能夠做到普攻 不能夠使用技能 加上第二波你還可以去針對對方的關鍵角色 做到單體的暈眩跟炸彈 而風化博則是只要對面是在沒有免疫的情況下 他的三技能是不用擔心暗龍騎的被動體調的 高機率可以直接把對面清空空調並且進入冷卻 然後去打一個後續的控場輸出 好啦那因為這一次的介紹 我還多介紹到了Counter的部分 所以整體上的時間又花的比以前多了一倍 發現這部影片一不小心就有一點點太長了 整部剪完來到了40多分鐘 那因為我自己希望我的影片 可能時長大概是在20分鐘左右 就是希望大家是可以在零碎時間 就可以去看完一整部的這樣的一個長度 所以我就把這部影片可能剪成上下兩部 一部大概20分鐘左右的一個時間啦 我覺得觀看起來的負擔可能也可以稍微小一點點吧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我這次RTA的這個小教室的一個 改動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喔 那無論你是喜歡現在這種 比較長時間但有字卡的一個影片內容 但可能我就會把它分成上下兩部 又或者是一部但一部真的有一點點太長了 又或者是你喜歡以前這種 點開圖鑑快速介紹 比較快節奏的這種方式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RTA核心陣容的介紹 暗屬性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先在上半部 到這個地方告一個小段落 那下半集沒有意外 應該就是明天會上傳了 因為其實影片也剪得差不多啦 只是發現真的好像時間有一點點久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大概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明漢這邊提到說 請問光德如伊可以幹嘛呢 我只有這隻光暗原武 光德如伊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的Counter角色 他在現在的版本之下 可能比較不適合在前三個Pick選 但在後兩個Pick選出來的強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而且明漢現在提到我才發現說 原來我沒有做光德的圖鑑 我一直以為我有做這隻的圖鑑 所以可能之後再來把它補上來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科科小教師 就準備到這個地方下課囉 我們就下堂課再見啦 大家掰掰